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明 我是林夢 這一集就是可以看到阿瑪踏踏的畫面 難得可以看到阿瑪踏踏 而且他踏了非常久 我們今天就來分享貓咪三種撒嬌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踏踏 對,就是今天這個影片 踏踏這個動作他其實是 用他的雙錢我想到在踏你的身體 或者是踏那個布啊 他喜歡的材質 其實LULU最常踏我們LULU 而且他踏得很大力 他就很像真的在幫你按摩 有時候指甲還沒剪的時候 指甲很長 所以就會很痛 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在小時候會養成的習慣 你說小貓的時候 對,在奶貓的時候 如果兒子喝母奶他就會 有點在按摩 對,按摩媽媽的那個動作 然後就會有母乳 這是他們天生的一個本能 那這個事情 存在他們的記憶裡面 長大之後呢 他就可能會 記得這種安心的 然後這種快樂的感覺 遇到喜歡的東西啊 或者是想要讓自己放鬆的時候 他就會做踏踏這個動作 應該是他碰到那個材質 讓他回想到 小時候那種柔軟的感覺 他嘛是非常久沒有踏踏的 可是LULU跟幼子是蠻長的 尤其是LULU LULU時期是最常做踏踏的動作 第二個撒嬌的貓咪撒嬌方式 就是吸手指 就是有些貓他們會這樣吸手指 吸人的手指 然後這個動作其實也像是 在哺乳時期 對哺乳時期 貓才會有的動作 據說呢 很多貓咪在 長大之後 就戒掉這個動作了 有少部分的貓咪 會在長大之後 又突然又愛上這個動作 不過 我們這邊七隻都沒有 最後一個是 很常見的 傳說中的 幾乎每一隻貓都 會做到的 就是 呼嚕 傳說中的呼嚕 而且呼嚕呢 他其實是從小 他們出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這個 自發性本能的 這個動作 透過他的身體 發出一個這種聲音 有一點點像我們打呼的聲音 但是又不是那麼 那麼明顯 他自己是 那我還是要模擬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可能沒有貓 可是 又沒有這麼大聲 不是這樣子 啊 我們有一個貼圖 我們直接上貼圖 就是這個聲音 那這個聲音呢 有很多說法 貓咪呢 是安心的時候 會做出這個動作 或者是他想要讓自己安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他是緊張的狀態 他想要讓自己放鬆 他也會呼嚕 那他想跟你撒嬌的時候 他想跟你討食的時候 他想要跟你和好 跟你 他想要暗殺你的時候 暗殺你的時候 可能會 你會用葫蘆靠近 就是 他想要讓自己放鬆 或者是他覺得是放鬆的時候 他都會做這樣的 舉動 發出這樣的聲音 魯魯他去年生病的時候 他在醫院 他看到我們人來 他自己很不舒服 可是他就會發出呼嚕聲 對 那當時這個 他可能就代表的意義就很多 一方面是撒嬌 就是喜歡我們來 一方面是他身體也不舒服 想要讓自己安心 呼嚕這個動作 對他們來講有很多意義啊 就是又療癒自己 然後又 表現 親膩 紅色上我們還看到 還有一個功能 對 是最不可思議的 有時候在貓咪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也會發出呼嚕聲 因為聽說這個 聲音的振動頻率 可以刺激骨頭 提升新陳代謝 進而提高體內的治癒力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看到有一個是 他在小貓的時候 如果他這樣呼嚕的時候 會促進媽媽的母乳分泌 就逼迫媽媽分泌母乳 可能媽媽就是會 聽到小孩的呼嚕聲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小孩餓了 我要趕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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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那個原理是什麼 而且一些研究上面 其實到現在好像 還沒有一個確切說法 指出呼嚕聲 到底透過貓咪的什麼器官 發出來 而且也沒有確切的機制 就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系統 我是覺得貓咪的呼嚕聲 很像那個引擎 就是因為他冬天的時候 會變成一個暖暖爆的樣子 就是熱熱的 然後他又發出那個呼嚕聲 然後就覺得好像有一台暖氣在旁邊 就大家沒事也可以打到 你說對誰打他 自己在家踏 就搞不好你踏完也會覺得很療癒這樣 或是你可以到你媽的肚子上踏一踏 推他肚子 然後你就會被打 好那就這樣子啊 就是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 訂閱一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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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